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303期参考信息 今天入福了 严严酷暑 青少年儿童的假期照看又成为难题 深圳龙岗区招在职教师暑假看护干部子女引发争议 近日深圳网民爆料 接上级小龙人计划干部职工子女暑期托管工作的要求 龙岗区教育局面向各学校老师招募暑期志愿者 每个街道14个名额 消息迅速引起热议 有人认为这是搞特殊化 把老师当成干部职工子女的保姆 7月11日 龙岗区教育局及相关部门回应称 这是纯公益项目 有这份热心的老师自愿报名 肯定没有强制性 街道办则称 活动并不止看护干部职工子女 也有社区常规开展的看护工作 回应还算及时 不过压不住网民浮想联片 比如这个自愿原则 就有网民说这是职场法则 当大家都得参与时 没人敢说不自愿 又比如并不止看护干部职工子女 有人就认为照看地点在区府大院和海关大厦 看似公平公正公开 实则距人于千里之外 用小龙人计划搜索 发现很多地方都有 不过这个是专属龙岗区的 广东的官媒公开报道过 小龙人计划公益属托班是龙岗区的大型公益项目 由团委教育局工会妇联等单位主办 课程内容有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安全自护 红色教育 绿色低碳 心理健康 运动健身 科技创新 非遗传承意志减压 兴趣培养 课业辅导 综合素质提升等等 看上去很符合马度工社会化抚养的胃口 小龙人计划的龙字可能来自于龙岗区的名字 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人 用暑期照看加机关子女 搜索发现各地都有类似的做法 把孩子托付给娘家人办的暑期班更放心 当然也有项目覆盖到普通职工的家庭 比如深圳市团委2021年起 联合多家单位开展爱心托管班项目 今年福田区暑期托管招募对象 是小学1到6年级的青少年 共144个名额分两期举办先到先得 南山区推出了8个爱心属托班 覆盖全区8个街道240个名额 保安区公益属托班包含16期课程480个名额 覆盖各类双职工家庭子女 陷入争议的龙岗区的公益属托班 共276场次 有面向社会公众的 也有面向机关单位的 网民的情绪多少来自于相关部门宣传时 没有让公众全面了解属托班的公益性质 无论是官方办托班还是产生了争议 都说明暑假到了 孩子们谁来带是个真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招募老师照看托班算不算给老师增加负担 暑假来了 全国多地教育部门发文明确 无学生在校不得安排教师值班 今年春节前就有不少教师发帖 称过年期间被安排在学校值班既受冷且无意义 质疑存在形式主义 当时媒体采访河南多地中小学教师发现 节假日安排老师值班的现象较为普遍 除了值班 一线老师还面临各种开会写报告等任务 以前外界都觉得当老师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寒暑两个大长假 但现在大家对于教育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 老师平时除了正常教学备课教研任务 还要承担家校沟通组织各种信息填报等任务 实际工作时间很长 只有在寒暑假能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寒暑假值班也成为惯常的操作 其实学校大都有专职的保安 也有监控系统 寒暑假学生也不会来校 老师在校值班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为一线中小学教师减负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 是这两年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 4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 部署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 上海重庆江西辅州等多地公告 5月开始陆续开展专项整治 内蒙古近期公布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 明确五大类可以进校园的活动 为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 同一进校园事项一年内一所学校只能进一次 暑期放假前后 河南安阳 南阳 三门峡 洛阳等地教育主管部门发通知 或者开展专项行动 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的负担 原则上不安排一线教师参与假期值班工作 洛阳有学校负责人表示 这个暑假的校内职守 每天只安排一位行政人员和保安 一起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无必要无实效的留校值班 是当下教育领域诸多形式主义问题的一种 希望禁止暑假值班能开一个好头 孟加拉国近日爆发示威 要求废除过于偏向民族独立英雄后代的 公务员配额制 实行择优录取 7月开始 多所大学学生发起名为 封锁孟加拉的抗议活动 要求彻底改革公务员配额制度 学生在首都打卡的主要十字路口 设置路障 封锁首都和其他城市间的高速公路 抗议活动已蔓延到全国大学校园 孟加拉国1971年独立 由于知识分子阶层 在独立战争中损失惨重 同时为了塑造孟加拉人 对新生国家的认同 政府部门一直实行职位配额制 部分职位属于自由斗士 及政府认证地为独立战争 做出贡献的人物 还有部分留给特定群体 包括少数民族 女性和惨障人士 招不满人 是配额制常会遇到的问题 然而其他公务员配额 招不满时 会取消按配额招人 但自由斗士配额招不满时 却改成了招自由斗士的子孙 1997年 上台不久的哈希纳政府 把自由斗士配额 扩大到三分之一 允许自由斗士的后代 享受父辈的配额 从此相关的抗议就没有停过 每次的主力都是大学生 2012年后 由配额制分配的 公共部门职位比例 一度高达56% 孟加拉国的公务员考试 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考试之一 每年约45到50万人参加 平均录取率只有0.2% 500个人争夺一个名额 一些岗位更是低到0.05% 2024年 中国国考的录取率为1.76% 竞争比57比1 而审考超过100比1都算激烈的 对于孟加拉的大学生来说 如果不能考工上岸 就只能去制衣工厂当工人了 许多抗议者表示 他们并不要求取消 针对少数民族和残障人士 约6%的配额 但必须彻底改革 特别是取消自由斗士及其后代的配额 增加按考试成绩录取的名额和比例 一些自由斗士的后代也参与了抗议 另有女性抗议者要求取消女性的配额 因为女性不再落后 配额制正在制造障碍 2018年 哈希纳政府曾在全国抗议后 废除了配额制 然而今年6月 首都达卡高等法院宣布 当年的决定不合法 事实上恢复了配额制 舆论认为这是因为人民联盟需要在大选获胜后论功行赏 7月10日 哈希纳提前结束了访华行程回国 看来大学生抗议要比制衣工人罢工 更让哈希纳政府紧张 同一天 孟加拉最高法院宣布暂停配额制 执政党人民联盟总书记表示 最高法院将在8月第一周做出最终的裁决 孟加拉国隔壁的印度 近期也在抗议考试不公 今年印度医学高考 因为试题泄露 加分不当 饱受质疑 各地成千上万的考生和家属 冒着酷热上街 要求彻查 甚至重新考试 7月8日 印度最高法院召开听证会 开始审理相关的30多起诉讼和请愿 印度医学高考 全称为印度本科医学生入学资格考试 简称N1ET 是印度国家考试局为医学专业本科招生 举办的全国性考试 每年一次 也是全印度医学院唯一且强制性的入学考试 以前是各邦和一些著名医学院 自己办自己的入学考试 推行全国统一的N1ET考试 是莫迪政府的重要改革举措 N1ET被很多寒门学子 视为改变命运的机会 成为印度每年报名人数最多的考试 今年有233万人参加考试 而录取名额是18.8万 其中公立医学院只有5.5万 公立的五年制医药学学士 学费50到100万卢比 约合6000到1.2万美元 只是私立医学院学费的十分之一 其中一半的名额还会留给贫困生 因此公立的名额是竞争最激烈的目标 N1ET考试供180道题 答对一题得4分满分720 答错一题扣1分 因此最终成绩有可能是负数 如此重要且竞争激烈 自然免不了舞弊 每年都有 5月5日考试期间 警方分别在德里和拉贾斯坦帮 抓到三名和六名替考者 在古吉拉特帮抓了五名涉嫌参与作弊者 比哈尔邦首富则有犯罪团伙 以30万至50万卢比的价格 向考生出售试卷 警方还顺藤摸瓜挖到考试局内部人员 然而这只是开始 6月4日成绩公布 67人考出了满分720 往年最多只有两三人 甚至一个都没有 还有人考出了718、719 这样按照评分规则 不该出现的成绩 舆论一片哗然 听听印度国家考试局怎么解释 他们说 因为今年的题相对简单 此外有1563名考生 因考试中心的延误 以及一道物理题 有两个正确答案 获得了补偿分 67名满分考生中 有50人拿到了补偿分 但也有人指出 虽然今年650到680分的高分人数 显著增加 但610到640分的中等分数者 却没有同比增加 因此提更简单的说法 站不住脚 6月13日 印度最高法院介入 考试局随后撤销了 1536名考生的补偿分 6月23日 重新为他们安排了考试 813名考生参加重考 6月22日 国家考试局负责人被免职 案件被移交给印度中央调查局 下一次的听证会18日举行 舆论的焦点是 泄题范围到底有多大 如果已在考前上传到社交媒体 那就必须重新考试 而考试局坚称 重考将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 損害更大的公共利益 尤其会影响已经合格的考生 因此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我国备受争议的院士终身制 也在成为历史 两院院士大会近日分别审议 通过新修订的章程 明确院士应加入外籍 违反科学道德 触犯法律 主动辞职 或涉及危害国家利益等情形下的 退出机制 长期以来 由于院士享有特权 且终身不退休 因此院士当选年龄 以及院士终身制 都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还有高龄院士退不出 烟草院士去不掉等争议 严格来说 较终身制不够精确 院士是终身荣誉称号 就像全国劳动模范一样 不能说是年轻时 平上了 退休了 就要取消 较铁饭碗 或许更准确 这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资源固化与竞争失衡 一些院士当选之后 因为缺乏外部激励 学术热情与创新能力减退 个别院士甚至违背科学道德 损害国家利益 2013年中央全面生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改革院士领选和管理机制 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 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被认为将打破院士终身制 2014年工程院修订章程 在原本撤销院士称号的基础上 增加院士劝退制度 院士的个人行为 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 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的声誉 因劝其放弃院士称号 科学院张成立也增加了院士退出的相关规定 2021年5月 工程院院士李小红 直指院士群体的各类乱象 极个别院士的不端行为 损害了院士群体的声誉和形象 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首次提出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 2022年9月 中央生改委通过 关于生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要提高院士领选质量 强化院士责任担当 优化院士队伍结构 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和学术性 废除终身制 仅仅是院士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还需要进一步破除学术管理与评价中的唯貌子论 剥离与院士称号过度挂钩的各类利益 其实就一个问题 科研的目的是做科学研究 还是竞选院士 最后看一组航天快讯 最近大概流年不利 6月30日 我国民营航天公司天兵科技 在河南拱益组织天龙三号火箭地面试车时意外起飞 这个同事高流已经分析过了 大家可以回顾 7月11日 另一家民营航天公司星际荣耀 在九泉发射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 第四级出现故障 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 7月9日 欧空局新一代火箭阿里亚纳6 在法属瑰亚纳库鲁发射场首飞 阿里亚纳6寄托着欧盟减少对SpaceX依赖的使命 首飞搭载八颗小卫星 五个实验科学载荷和两个试验性返回舱 但新二级完成部分载荷部署之后 第二次点火过程中 辅助动力装置异常 导致两个实验性返回舱未能成功部署 7月11日 SpaceX列银9号火箭二级发动机出现罕见故障 二十多颗星链卫星被部署到比原计划低得多的轨道上 有在地球大气层中烧毁的风险 这是七年多来SpaceX首次火箭发射故障 终结325次连续成功发射记录 不过人是至今人类历史上最可靠的火箭 大家猜测是否因为猎鹰9号很成熟 或者因为高度关注星舰 马斯克减少了对猎鹰9号的管理关注 马斯克还想做个很马斯克的实验 要给这些卫星来一次类似于特斯拉OTA的升级 提升卫星发动机的推力 看看能不能入轨 不过他自己也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在美国航空管理局签署SpaceX的事故调查报告之前 猎鹰9号将停飞 欧美大量航天任务将停摆 这时美国高价购买ULA服务的价值倒是出来了 扶持多家航天企业有个备份的发射能力 而SpaceX今年打算完成144次的破纪录发射 恐怕很难完成了 另外有点玄学 阿里亚纳6双曲线猎鹰9的故障 都出现在末级上 也有一条好消息 去年4月我国公布了未来15年航天十大工程 包括禁地小行星防御任务 并向全球公开征集任务的名称规划和任务方案 但一直没有公布最新的进展 而国家航天局升空探测实验室 在一份赛题中透露 我国首次禁地小行星防御任务 计划2030年前后实施动能撞击掩饰验证实验 以初步明确以小行星2015XF261为目标 长期规划则是针对2025到2035年 设计3到5次禁地小行星防御任务 由于历史积累和技术优势 美国是行星防御的先行者和主导者 2016年还成立了行星防御协调办公室 在多个领域具有主导地位 我国虽然现在才算正式起步 但好在起点比较高 不过真有那么一天 人类是否会暂时放下分歧联合起来呢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